传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传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传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经许中都有详细的宣说 《佛在华严经》中说 发菩提心手持菩萨界就如同太阳一样 所发出的自然光芒能遣除自他黑暗的所知障 又如同清凉的月光一样 能遣除热闹的烦恼障 进而全旧复古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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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佛的眼角 善知识有三种 一 有意论者 二 断苦论者 三 修行第一论者 以上三种论论皆违法 否认反世佛徒或善知识的教法 这即是违约 二 断苦论者 或是对金刚兄弟起怨恨 所有归于佛陀座下的佛教徒 皆为金刚兄弟 同一谈成 我领受同一位金刚上师贯典者 皆为剧足三昧爷之金刚兄弟 师兄弟间争吵 嫉妒 斗争 两舌等等 故乡伤害 都是触犯第三根本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四根本过世 对众生舍弃慈爱 望失慈悲心 对其他友情众生之赋予安乐 神奇既得 恶意或伤害之妄念 而且希望众生发生不好的事情 此不仅在基本层次上违犯了菩萨界 也犯了第四条根本界 第五根本过世 舍弃菩提心 出于贪嗔痴 而断如是大乘法根 自觉佛法难修 佛道难行 众生难度 因而退失菩提心者 即犯第五条根本界 第六根本过世 诽谤自他宗派 我们不能仅以个人修行的观点 就随意批评别派的叫法 是否有害 是否有害 第七根本过世 与贵成手法 其透透的秘密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根本界尚未成熟 宣扬秘教种种不可思议之说 把秘乘教靶 透露给那些不适合秘乘行取的人 如此 容易引起他人之诽谤 构成地狱之暴 感谢观看 第八根本过世 请描自己具有佛性的身体 此界的意义 是受想形式之五蕴 虽为烦恼之根源 但烦恼业障 皆可转化为菩提 是修成佛果之根本潜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若视之为无用 不纯净 下列的等等 如此见底 反而成为修道之障碍 自杀者等于是佛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九根本过世 怀疑诸法必尽亲近之特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偏费空 有 不怀疑诸字信法 对于密宗 见修行果 皆为亲近法 而有所怀疑者 这种修行的怀疑态度 实为修行道上的基本违犯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十根本过世 对于恶行众生展现慈爱 一 对不相信佛法之人 要来迫害打击佛教 或者消灭佛教之人 不可以用慈悲与菩提心 应降服他 对于恶行众生展现慈悲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二 经典上提到 如果有众生行为极端邪恶 而犯了极大的恶业 他将不可避免地堕入恶道 并且对其余众生引起无穷的伤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三 对于具有大慈悲心的密称行者而言 我们理应行诸法 以避免他继续造下饥恶行为 前提是 必须以完全的五思而行 出于完全的慈悲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某人有能力去执行此一任务 以使情况转到有意的一面 但他却拒绝去停止此一极大伤害 那么此人就违犯第十条根本度 第十一根本过失 得缺乏有限定义的诸法 做有限的解释 一 金刚称行者必须断除偏见 避免自己落入两种邪见中 认为一切万象本来真实存在 或是出于对空间的误解 而否定一切事 错认因火业里非有 2. 堕入二职之中 皆非密称行者之正确见底 回者 犯第十一根本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华波帐号 50396819 50396819 银行账号 银行账号 土地银行 005 账号 012 001 205 666 012 001 205 666 生重灾食 素食银行 慈悲便当 烟贡香 粉 药贡包 香 弱势关怀 不食动物 报恩的流浪猫 在美国 有一位84岁的老翁 道夫开了一间水果摊 小家伙 你来了啊 大约一年前 这只流浪猫 就开始在道夫身边打转 好心的道夫不但没有将他赶走 还经常为他吃东西 也让他在屋后休息 小家伙 今天还没吃饭吧 快吃点吧 别饿坏了 大夫 这只猫是你养的吗 不 它是一只流浪猫 只是到我这儿串门子的 流浪猫啊 那你还喂它 动物也是有感情的 我们不能因为它是一只流浪猫而厌恶它 你瞧 它只是想填饱肚子 然后找个地方睡一觉 而我正好能提供它这些 举手之劳的善举 我们为什么不去做呢 你这是非常有爱心的 道夫说的没错 动物都是有感情的 这只流浪猫后来果真知恩图报 救了道夫一命 今年四月初一凌晨四点左右 道夫正在家里睡觉 道夫终于被这只小猫吵醒了 怎么有这么浓的烧焦味 啊 起火了 不好了 不好了 啊 失火了 道夫应该还在里面吧 他睡觉都睡得很沉的 肯定没发现已经失火了 这可怎么办 得赶快把道夫救出来 快打消防队的电话 火太大了 已经来不及了 可怜的道夫 他年纪那么大了 一定要逃出来啊 我已经安全地逃出来了 啊 太好了 道夫 你没事就好 道夫 你是怎么从大火里 跑出来的 平常你睡觉可是睡得很熟啊 多亏了平日里经常来 我家里串门子的那只猫 要不是他把我叫醒 估计现在我已经被大火烧死了 就是你经常喂他 饼干的那只流浪猫 他到哪去了 希望他能平安地从屋子里逃出来 他一定没事的 道夫 我相信他会没事的 这场大火烧毁了道夫所有家人的照片和衣服 道夫 别难过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对 我们大家会帮你重建家园的 我没有什么可抱怨的 要不是那只猫 我自己可能早已被烧成灰烬了 不知道那只猫怎么样了 他那晚是不是也已平安逃出屋内 火灾过后 道夫先搭了帐篷和羊伞 躺椅 重建他的水果摊 卖水果 那只猫已经好几天没来了 难道他真的已经死于火灾了吗 道夫每天都守着水果摊 看着马路上人来人往 他希望有一天能够再次看到那只猫 那只救过他一命的流浪猫 然而一连几天 那只猫都没有再出现过 令道夫惊喜的是 四天后 那只流浪猫终于出现了 而且还带着两只小猫过来 你终于出现了小家伙 你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谢谢你救我一命 这是你的孩子吗 你刚刚生了小宝宝 也就是说 你救我的时候已经快生产了 刀夫说的没错 当时这只猫已经身怀六甲了 可他人奋不顾身地去救对自己有恩的刀夫 等他生产完好 才又回到刀夫身边照顾小猫 妄物皆有灵性 正如刀夫所说 动物都是有感情的 它们只是跟人类的言语不通罢了 它们也知善恶 更懂得知恩图报 所以请大家善待动物 尤其是那些流浪的猫 狗 它们都是有感情 懂报恩的好朋友 今天是六才力 是苏大天王 失差灵感 善恶之力 放下代酒 修持百观在解 不思想 不讨德 不饮 不梦技 不饮酒 不饮酒 花蕾之城 不着香花蕃 不香油豆腥 不管听寡物 不灰湿湿 也就是七宰 过五不湿 是虚公爹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